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公司是一个月前他刚刚入职的 听说老板很赏识他 所以这一个月内加班是尝试 外面稀里里下起了雨 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冲进了大厦内躲雨 可看到的却是黎穷被一个男人用在怀中 我瞬间待置在原地 只因为这个男人 我太清楚不过了 是秦霄 那个我畏惧了多年的男人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和黎穷是高中同学 那个时候 贫穷的家世 身材的矮小 无疑让我成为所有人霸凌的对象 可那时 黎穷就像是一道光一样出现 他是校内公认的女神级人物 娇好的面容 优越的家世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样的人会蹲在我的面前 擦拭着我嘴角的血迹 他把我护在身后 你们谁在欺负他 就是跟我黎穷过不去 我捂着自己狂跳的心脏 暗暗发誓 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守护这个女孩 黎穷本来准备毕业出国读大学的 可他的父母却遭遇车祸 家中的一切资源被家族内的亲戚抢夺 黎穷一无所有 他哭着站在我家的门口 涌入我的怀中 他说 成奇 我什么都没了 只有你了 因为黎穷的一句话 我放弃了梦寐以求的985大学 留在了本地的学校 我打工兼职 赚取他的那份学费 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大三那年我的游戏得到了大公司的赏识投资 正当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他宿舍楼下时 看到了被一个陌生男人抱着的黎穷 我多么想冲到他的面前 质问他那个男人是谁 可我清楚 我没有那个身份 正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 黎穷叫住了我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 十指紧扣 他告诉那个男人 我是他的男友 当时完全被喜悦萦绕的我 完全忘记了思考 为什么他的眼眶泛红 为什么说话时带着哭腔 后来的一次朋友聚会上 大家都喝多了 他们提起了那个男人 秦潇 他是黎穷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 甚至两个人还定下了婚约 只是从黎家破产后 秦家就立刻和黎家斩断了一切关系 秦潇也被送去出国学习 大三那年的出现 是因为回国探亲 可我从来都不敢闹 因为在第一次亲密时候 他喃喃叫着的是秦潇的名字 那个时候 我疯了似的把他推开 黎穷 你看清楚我是谁 黎穷愣正片刻 他的手俯过我的脸庞 假片刮得我生疼 我以为他会和寻常做错事的女孩一样 只要一句对不起 我就可以原谅他 可黎穷又怎么可能是土通的女孩 她是被我捧在手心的公主啊 黎穷漠不作声地把吞去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穿上 他眼神淡漠 受不了的话就分手吧 我承认我怕了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 才终于让他放下了分手的决心 可黎穷是一个很记仇 报复心很强的女人 虽然嘴上说着原谅我了 但第二天 他二话不说地 直接在我找了关系的公司辞职 拒绝接通我的一切电话 最后还是喝得烂醉 被我们共同的好友发现告诉了我 等我赶到的时候 他坐在酒吧的卡座上 周围坐着四五个如浪似虎的男人 他们的手已经放在了他的大腿 眼神色眯眯的盯着他呼之欲出的胸部 他明明是我捧在手心的公主 怎么能够容许他这样被人对待 我立刻冲了过去 可看到我的黎穷猝然清醒了过来 他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面色嘲讽 可我相信他心中依然有我的存在 我的目光投向了他背包上的玩偶 那是曾经黎穷提起过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娃娃 只不过再一次外出的时候丢了 厂家也早就在多年前破产 我花费了大把的时间精力 终于找到了曾经的老板 让他做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偶 直到现在 我都记得黎穷看到玩偶时候的表情 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玩偶洗得泛白 却依然还挂在他的奢侈包上 显得格格不入 这不就是他在意我的证明吗 我拢了拢身上的衣服 准备以男友的姿态靠近 这个玩偶都破成这样了 怎么还不扔 萧哥哥 你不记得他了吗 点点 你小时候送给我的那个玩偶 只不过我弄丢了 这是个盗版 这么多年 我看到他 就感觉到你在我身边一样 盗版 我为了这个玩偶 驱车到了1200公里之外的城市 花费了五位数的价格 才终于求到的一个玩偶 原来在他的眼里 只是一个盗版 我低头看着脚边的水渍 狼狈的可怕 琴笑说的风轻云淡 点点 不记得了 不过这个玩偶不适合你 还是扔了吧 他注意到我的存在了 没眼间带着挑衅 直到这最后一秒 我都心怀侥幸地认为 黎穷会为了我留下这个玩偶 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 黎穷摘下玩偶 由于片刻后 扔进了大厅的垃圾桶 我就像是落败的丧家之犬一样 在阴暗的角落里 看着公主与王子的离去 我回到车上 微信的提示音把我拉回了现实 是黎穷发来的 呜呜 老公加班好累哦 我还有半小时就可以到家了 等我呜 黎穷或许自己都没有发现 他每一次心虚 干坏事的时候都喜欢叫我老公 而平时又转变成了小橙子 一个跟班的角色 我没有回他 抄了条近路 提前赶了回去 桌上的饭菜早已经凉透 我好像到现在才明白 替代品永远是替代品 他永远不能够战胜主角 现在的我已经累了 我把饭菜连带着蛋糕 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黎穷进屋的时候 嘴角的笑意还没有完全地退去 他看着空荡荡的饭桌 瞬间炸了 盛起你的菜呢 我饿着肚子等你到现在 你怎么回事 我看着眼前的女人 才发现 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半点影子 活脱脱地像个泼妇 黎穷 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她皱着眉沉思了许久 似乎终于想起来了 成奇 生日快乐 见我无动于衷 她直接贴在我的身上 其实我刚才那个样子 是骗你的啦 是不是很有反差感 猜猜礼物是什么 你肯定猜不到 当当 就是我啦 换做是以前我一定高兴地不能自已 可现在 我只能感受到 充斥鼻腔的男士香水的味道 我从未在黎穷的面前 如此地淡漠 她或许是真的有些慌了 黎穷拖着我的下巴 狠狠地稳住我的唇 哦 我猛然推开她的身子 扑倒在了垃圾桶的边上 成奇 你太过分了 你是嫌我恶心吗 我实在太累了 没有心思听她说下去 黎穷直接摔门进了客房 第二天 我是被黎穷一巴掌拍醒的 她喜欢做长肩形的美甲 轻而易举地 在我脸上留下一道血痕 我其实是一个有起床气的人 但因为黎穷家里没破产之前 都是吃保姆做的早餐 她说路边摊脏 我大学给她送了四年早餐 毕业了也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给她做好早餐 这些年 我自己创立的游戏公司 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如果不是为了每天给黎穷做早餐 我根本不会早起 你干什么 黎穷一愣 成奇你什么意思 现在早餐都不做了 嗯 嗯 成奇我看你是疯了吧 我实在是不想说话 直接蒙着被子隔绝了一切 黎穷咒骂了我几句 似乎是因为上班来不及了 匆匆离去 我站在窗边 看着黎穷坐进了秦霄的副驾驶 我真傻 自从黎穷入职了这家新公司 拒绝让我帮他疏通关系 拒绝我送他上班 拒绝我接他下班 种种都说明了一切 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我重新躺回床上 本以为会失眠 但却没想到 睡得异常的安稳 甚至连一个梦都没有 我一觉睡到下午两点 刚打开手机 铺天盖地的消息 接连不断地发了过来 成哥 你和嫂子怎么回事 呼叫成哥 呼叫成哥 嫂子生气了 成奇你小子 总算觉醒了 真的和那个大小姐分手了呀 话不多说了 今晚酒吧走起 几乎全部都是我和黎穷的 几个共同好友发来的消息 我打开黎穷的朋友圈 本人已与成奇分手 目前为单身状态 我扯动着嘴角 给他的朋友圈点了个赞 朋友圈说分手的事情 其实黎穷做过很多次 每一次都是我的道歉 没有让他得到满足 或者没有及时道歉 他就会这么做 比如说 我正在和一个全国最大的游戏 投资商谈生意 所以拒绝了帮他排队 买一个网红奶茶 又或者是因为公司开会 没有及时回复他的短信 太多太多 狼来了的故事 听多了也会PTSD 更何况这么多年黎穷 已经无数次的做过这样的事情 既然他想分手 那就分了吧 我简单整理后 就赶到了公司 看到我的出现 几个朋友立刻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诚哥怎么回事 你和嫂子真分了 嗯 我正准备把他们赶出去 却不曾想 助理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他面露难色 诚总 李小姐来了 我正准备让他们把他请出去时 就听到李穷的声音 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我看你们是不想混了 知不知道我是谁 都瞎了吗 不知为何 听到他的声音 我觉得头脑发胀 我抢先一步 推开了房门 李穷瞬间变了脸 他哭唧唧地扑倒在我的怀里 老公 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昨天的他 也是这样抱着情消的 我试图把他从我的身上推开 给彼此最后的一点脸面 我们进去说 不要嘛 就在这里说 我低头 李穷趾高气扬地 看着旁边阻止他进屋的助理 显然他更看重的是在外人口中的形象 我叹了口气 把他从我的怀中推开 李穷的身子很瘦弱 亮相了两步 靠在了后面的桌子上 他满是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 成奇 你竟然敢推开我 随后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立刻抓住我的胳膊往外走 人家今天好累 我们回家好不好 李穷 他像是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更是用力 可我185的个子 他根本撼动不了半分 李穷 我又喊了一声 干什么 他哭得很伤心 不像是曾经那样虚假 明明我应该为此感觉到心疼的 可 我现在除了厌烦 内心竟然再也没有其他别的情绪 这里是公司 不是我们讲私事的地方 成奇 你是不是外面有别的野女人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抓着我的衣领 歇斯底里 我认真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李穷 我送给你的玩偶呢 一句话让李穷瞬间蒙了 他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包包 看吧 原来他是知道 那个玩偶是我送给他的 却可以因为情消的一句话 随意地丢弃 李穷 昨天大厦楼下我都看到了 他的手渐渐垂了下去 嘴巴张开闭合 终究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随着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秦霄喘着粗气 冲到了李穷的身边 看着眼角还带着泪珠的李穷 他二话不说 直接一拳打在了我的脸上 我早已经不是 曾经那个懦弱的成奇 三下两下 就把秦霄打倒在地 正当我准备再次出拳时 李穷毫无征兆地 挡在了他的面前 他小小的五官 竟拦在了一起 色缩着身子 如果不是我反应快 这一拳 就直接打在他的脸上了 李穷是连擦破一点小伤 都会痛哭的女孩 而李穷身后的秦霄 擦拭着嘴角的血迹 捡起地上的金丝矿眼镜 很是得意 怪不得 刚才他根本没有反击 成奇 你知不知道秦霄他身体不好 你想打死他吗 李穷慌乱地把秦霄从地上扶起来 眼中满是联系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二人 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公司 我 李穷刚想说什么 秦霄就捂着胸口 开始剧烈地咳嗽 小黎 我们走吧 李穷脸色难看到不行 也会看着我一边又放不下秦霄 只不过这一次 是我选择放弃了他 没等李穷做出选择 我直接转身回到了办公室 这些年我的生意很成功 购入了不少的房产 所以下班后 我并没有那个和李穷共同的去除 凌晨两点多 我被李穷的电话轰醒 我本想挂断 可身体下意识的反应 要比我的大脑快很多 李穷好像还在外面 我听到了雨声 成奇 我找到玩偶了 我蹭了一下 从床上弹了起来 那个玩偶 我亲眼看到 它扔进了垃圾桶 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天 怎么可能找得到 李穷 这种玩笑没意思 我说的是真的 成奇我真的找到了你 送给我的玩偶 我现在在你的公司楼下 你不出现 我就不走 说完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把手机扔到了一边 可偏偏的一句 找到了玩偶 搞得我心烦意乱 我拿起外套就走了出去 外面下起了暴雨 好在公寓的位置 离公司不远 我不行 几分钟就看到了 那个站在公司楼下的一抹粉红 李穷 小小一个 我知道 他是故意想让我看到 他淋雨的样子心疼 我刚靠近他 就闻到一股恶臭 李穷也终于抬起了头 拿出了他小心翼翼 护在怀中的玩偶 玩偶已经被打湿 但我能够认出来 就是那个 他 我在郊区的垃圾场找到的 你知不知道 我从下午找到现在 我终于找到了 你看玩偶可以找回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过去 李穷有洁癖这点我很清楚 可此刻他竟然愿意为了复合做到这种地步 我承认 我的心再一次动摇了 李穷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忧郁 他直接勾住我的脖子 霸道地稳住我的唇 自从和李穷复合后 他像是变了的人 几乎是一夜之间将自己所有的小脾气收敛 会主动给我做烛光晚餐 会大方地在朋友圈里秀我们两个的合照 没有屏蔽任何人 甚至逛商场路过婴儿区的时候 他会有意无意地暗示他也想生一个这样的孩子 可曾经 李穷是最讨厌孩子的 我本以为可以忘记过去那段经历和李穷就这样的幸福的生活下去 直到那天秦潇找到了我 李穷和我复合后就从他的公司辞职了 一个多月不见 他瘦了许多 事到如今 我也终于有了足够的底气和他面对面坐在咖啡店交谈 程先生我就不管弯抹角了 你想不想知道当年你在学校被霸凌的真相 我身形一顿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了过去的那段经历 可每每夜晚被噩梦惊醒 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 这些无意都告诉我 那场噩梦一直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被扔进男厕所 被迫舔尸马桶 被他们拳打脚踢 被扒光衣服在教室里肆意地嘲笑 直到现在 我听到人们的笑声都下意识地会看着收紧拳头 秦潇也是个商人 他轻而易举的就可以看出我那细微的变化 秦先生 我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和你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他摇了摇头 可是跟你跟李穷有关 我呼吸一致 一个最坏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闪过 当初组织这场霸凌的人 就是李穷 我感觉浑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入头顶 快要炸开来了 这十年来 我每时每刻都在反思 当年究竟做错了什么 才会被如此霸凌 可迟迟找不到原因 我和李穷谈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每一次都是含糊带过 我只当他是害怕我想起伤心的过往 并没有在意 我看着秦潇 这么污蔑他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难道不也是喜欢李穷吗 秦潇神情有片刻的凝滞 正是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我不能够把他让给你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他的眼神很是笃定 我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着我的女友 是吗 那让你失望了秦总 说完我脚步靓强 有些飘忽不定地离开了咖啡店 我在车里坐了很久 终于等情绪稳定下来才回家 成奇 我打了你那么多电话 你干什么去了 李穷好像又渐渐恢复了自己的本性 我打开手机才发现 调成了静音 他打了十几通电话 刚才秦潇的话 还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打转 好累 见我面色苍白 他立刻捂着嘴拉着我的手往屋里带 这一个多月他没有去上班 在家里为我潜心研究厨艺 我和他的身份就好像是完全倒转了一样 闻着饭菜的辛香 我低头看着为我解开领带的女人 这样的他 真是当初霸凌的创造者吗 今天晚上 秦潇来找我了 李穷动作一顿 随后恢复如常 是吗 他来找你做什么 这看似再正常不过的对话 却让我的心沉入了谷底 这一个多月来 每一次提到秦潇 李穷都是愤怒的神情 他似乎认定了我们之间的矛盾 都是来源于秦潇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平淡地面对秦潇的消息 平静的可怕 也没什么 就是说他要出国了 让我好好照顾你 李穷抱住了我的身子 用得着他说吗 我相信老公一定会照顾好我的 他勾住我的脖子 那双诱人的桃花眼 此刻更是以你缠绵 老公 我想要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我把他的衣服合拢 晚点 现在有些累了 先吃饭 我回过头 不再去看李穷失落的神情 是一年一度的高中同学聚会 我把卡给了李穷 聚会我那么多年都没去过 你跟他们关系也不错 这顿我来请客 李穷紧咬着下唇 似乎在犹豫什么 我和他们也没什么太多交流了 这次聚会要不我也不去了 我们去逛街吧 他越是这样隐藏 我内心的想法就越是得到了验证 你不是不想上班要留在家里照顾我吗 再不和他们多联系以后都没朋友了 你就放心去吧 李穷叹了口气 还是把卡接了过去 等他出发后 我也立刻开车 跟在他的身后到达了酒店 只是我没想到会那么巧 他们聚会的酒店 正巧是前段时间 我和朋友一起投资的那家 我承认自己的手段有些卑劣 但还是找大堂经理换了一身衣服 站在包厢的门口 微微打开地门 可以让我清楚地听到里面的对话 一开始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对话 直到一个人提到了我的名字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城旗呀 随着众人的哄堂大笑 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谈论 当初我被欺辱的模样 千酸刻薄的话语就像是一把利刃 把我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 再次一片又一片地撕开 差不多得了 都那么多年没有联系了 提起他做什么 是黎穷的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的声音很陡 黎大小街 现在开始唱红脸了 成奇那个穷小子 肯定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打工呢 你替他说话做什么 我记得当初好像就是你在群里打赌 说大家霸凌他 你去救他 看他会不会报答你的爱 我记得高三那一整年 他可是风雨无阻的 给你跑腿送早餐拿外卖的 这么多年 他有没有继续报答你呀 哈哈哈哈 黎穷立刻大声否认 你别瞎说 我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 你不会忘了吧 当时我们密谋时候还特意录了视频呢 我现在还保存着呢 你要不要看他 看你现在一身奢侈品的 肯定是跟着秦少爷在一起的吧 那穷小子恐怕一个月的工资 都不如离穷情我们面前的这一根海参柜呢 可是我怎么听说 好像成器创业成功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讲着 关于我的八卦 那些笑声让我感觉窒息 我感觉思绪凌乱 明明早已经做过了最坏的打算 可自己面对这样的现实 还是让我无法承受 我烦闷地扯着制服的领子 大唐经理立刻掺着我的肩膀 程总你没事吧 滚开 我没控制住怒吼了一声 包厢内的声音戛然而止 吵什么吵 你们怎么回事 一个曾经霸凌过我的男同学冲了进来 他还是一如既往狂妄 他把我从上到下打烂了一遍 怎么感觉你小子有点眼熟 我害怕继续待在这里 会忍不住对他出手 正准备转身离开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 谁允许你个服务员 说走就走的 知不知道 我们这边是VIP包厢 旁边大唐经理刚想说话 我直接抓住他的肩后肩摔 男人吃疼的大叫 包厢的人也都相拥冲了出来 李琼看到了我 他脚步踉跄地朝我走了过来 成奇 你 你听我解释 成奇 你是成奇 我就说吧 你看看 他现在果然是个打工的 还是个服务员 李琼立刻挡在我的面前 够了 你们别说了 他抓着我的胳膊 脸色白得吓人 我们先回家 躺在地上的男人 已经爬了起来 我就说 怎么那么眼熟 原来是你呀成奇 那么多年不见变化 倒是很大 以前我能把你打在墙角 哭着喊妈 现在也可以 说着 他又朝我冲了过来 这么多年来 我无数次想要折磨那些 曾经欺辱过我的人 现在送上门的机会 我怎么可能会错过 男人三下两下的 被我打在地上爬不起来 叫你们经理过来 我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大唐经理立刻叫人 把他扶了起来 满脸的尴尬 打您的 就是我酒店的程总 他的声音支支吾吾 你是这家酒店的老板 我笑着走到他的面前 反正他歪了的领带 朱强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早就调查到了 这些人现在的工作岗位 他现在是人民教师 让这样的霸凌者 教书于人实在可怕 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 知道了我现在的身份 从最开始的轻蔑 变得满是谄媚的笑 程总 您看 我们曾经也是同学 程总 我没有心思听下去 现在脑子一团乱 李琼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在场的人那么多 我还想给他留下一丝颜面 放手 对不起 程奇 我其实很早就想告诉你的 可是我开不了口 这一次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看在我这段时间的改变 你相信我可以变得好不好 李琼的眼睛很好看 尤其是现在哭的梨花带雨的模样 更惹人恋爱 我粗力的大掌 轻抚过他的眼泪 李琼 我们分手吧 话音刚落 我的眼泪竟然也同时落下 疼 实在太疼了 李琼离开了我 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我知道 秦霄对他的势在必得 否则也不会费尽心思 告诉我这些事情 过了几天 我接到了我和李琼 一个共同好友的电话 诚哥 你快来劝劝李琼吧 他快喝死在酒吧了 我和李琼已经分手了 我知道 哎 你们要做什么 诚哥你快来 有人要把李琼带走了 还没等我问出口 电话被掐断了 我犹豫片刻 还是到了李琼常去的那家酒吧 李琼每一次去酒吧 似乎都是故意坐在A区的那个老位置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 他的酒量其实很好 很少会喝到烂醉 就算是现在也是如此 想来刚才就是他和朋友在我面前演的一出戏罢了 但我并没有戳穿 朋友看到我的出现 立刻抓着我的衣服 就往卡坐带 虽说座位上有几个男的 但和李琼也都在安全距离 李琼 该回家了 没想到几天不见 李琼瘦得可怕 本来就只有八十多斤的他 此刻更是面颊凹陷 曾经合身的衣服都空出了一大块 整个人犹如纸片一般 让人一掐就碎 他抬头看着我 默认的脸上终于扬起一抹笑 你来了 酒吧的音乐很大声 我其实根本听得见他在说什么 但可以通过他扯动的嘴角看出 他试图想要拥抱我的身子 却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退后了几步 自嘲地笑着 一个男人端着酒杯 走到了李琼的身边 凑在他的耳边 不知说了什么 李琼静直接拿起他的酒杯 一饮而尽 喝得太快 他狼狈地开始咳嗽 或许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情谊 我终究是不忍心看着他如此堕落 我抓着他的胳膊带到了外面 忽然的寂静 让他或许有些不适应 一副如梦初醒的模样 你还是在意我的 对吗 我只是凝视着他的眼睛 见我没有说话 他僵硬地握着自己的手臂 指甲已经死死地陷入肉了 别掐了 李琼没有忍住 终于还是哭出了声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明明我们应该很幸福的 明明你已经给了我所有的一切 这一切都被我搞砸了 当初我不是故意要提议霸凌你的 只是因为大家都说那样很酷 说不会出事的 我为了在他们面前装样 才提出来的 我看到他们那样对待你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你也知道我从小脾气不好 可是我真的已经为了你努力地去改了 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 成奇 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我真的没有办法失去你 你已经是我人生的全部了 求求你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李琼哭得很痛苦 不像是装的 他声音抽搐 几度要喘不过气来 太阳穴的青筋爆裂的突起 被他说的 我都有了几分的泪意 他爱我是真的 可曾经给我带来的一切痛苦也是真的 李琼 事情已经发生了 伤害也已经造成了 这十年来我过得很快乐 我不恨你了 你也放过自己吧 喧嚣的风吹起了他的长发 沾上了眼泪 就那么黏腻在李琼的脸上 我拿出纸巾一点点擦拭着他眼角的泪水 李琼再见了 身后是李琼断断续续的哭声 只不过这一次我不会再回头了 在那之后 李琼仿佛从我的世界消失了一般 我再也没有在这座城市看到他 也没有收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彼此的微信都在 可再也没有一条动态和一条消息 我只是偶尔会在共同好友的点赞里看到过他 我想他应该出国和秦萧在一起了吧 和李琼分手后 我仿佛失去了爱人的用力 我更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我还养了一只金毛 取名金刚 是当初和李琼约定好结婚时候的聘礼 再一次见到李琼已经15年后的事情了 或许是因为人到了中年 失业有成后就开始习惯回忆往昔 我带着已经年迈的金刚 到了隔壁沿海城市旅游 可这一直听话的大家伙下车后 竟然失了空 完全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之中 我只能沿途一遍又一遍 喊着他的名字 你要找的是他吗 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我心头一颤 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回过头是穿着制服的李琼 15年过去了 岁月好像并没有在他的脸上 留下太多的痕迹 只是皮肤没有那么紧致 眼角多了些皱纹 多了几根白发 曾经的稚气和傲慢 已经被岁月洗礼 成奇 他似乎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我 相顾无言 还是金刚喊了几声 才让我们从死记的氛围中唤醒 好久不见 现在定居在这 他摇了摇头 嘴角挂着一抹笑 出差来了 我现在S是 我微微愣着 没想到以秦家的家事 竟然会让自己的老婆来上班 这孩子叫金刚 嗯 金刚 其实是当初我和黎穷还在一起时候 幻想给未来宠物取的名字 或许我和他之间真的有这种该死的缘分吧 又或者是因为家中黎穷的东西 这么多年我从未清理过 所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金刚可以顺着气味寻找到他 我本来还想要说些什么 却没想到一个穿着西服的少年 冲到了他的身侧 说了几句话 黎穷依然是挂着温婉地笑 我还有些事情 就先走了 你 保重 你也是 少年看了我一眼 正准备离去 我还是没有忍住叫住了他 他的丈夫 对他还好吗 丈夫 大叔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们黎总可是新时代独立女强人 哪里来的丈夫 不过我听公司的人八卦说 他有个忘不掉的白月光 不和你说了 我先过去了 等会里总要骂人了 我注视着车子离去的方向 直至彻底消失在视线之中 停留得太久 金刚不满地嚎叫了两声 我笑着抚摸着他的脑袋 回家吧 金刚 我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 这辈子遗憾的事情太多了 我想我从来都不后悔 和离穷的相遇 我的爱与恨相互抗衡 他们互相拉扯 至死不休 但在以后的日子里 如果我们能不是对望一眼就好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